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也有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呢节目非常的开心 邀请到亚洲非常厉害的老师 就是任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的一本新书叫做成长适能 先跟听没有打个招吧 哈喽大家好 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见面 感谢那个小安老师提供的这次机会 而且非常开心能够遇到大家 对就是我们难得就是直接跟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跟我们内地的非常好的老师要做访问 你知道就是通信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今天就很开心的 你知道也很兴奋的说 可以这么就是因子也非常的好这样子 所以可不可以老师你的副标题就是写说 就是那个做你擅长的事 然后影响力跟能力就能变现 那你知道就是我们 就是就是我们先可以跟听众们讲 擅长的事 你知道就很多人就是就好像人家讲 你的天赋是什么 或是你会做什么 你知道很多人就就就就好像什么都好 对那那怎么就一分辨自己什么叫擅长的事 我在这个成长适能这本书里边写过一个sign模型 就sign我感觉可以用用这个模型然后找一下自己擅长的事情 当然找的过程中啊还是我们要静下心来要仔细想一想到底说我们在哪方面是适合这个sign模型的 那这个sign模型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分成四个字母 第一个叫success就是成功 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就是你觉得哎我比别人做的更快 你看同样是比如说同样是做一个蛋炒饭 你看哎发现我做这个蛋炒饭做的比别人更快 做的比别人更好 而且做完之后哎比别人更好吃 所以它可能就代表着说我在这个方面可能是做的比别人更成功的 包括写作呀包括一些做短视频呀 所以这是第一个success成功 第二个是instinct的直觉 就是他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吧 我觉得哎我特别去想我特别想做这个事情就跟别的念头相比啊 我对这个念头是特别特别想做的 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他觉得哎我就特别想帮助别人 我就有帮助别人的欲望 那么他可能就比较适合做一些资讯类的情感资讯呀 心理资讯呀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是第二个instinct的直觉 那第三个呢是growth成长 就是我发现我做这个事情啊 这个一方面是可能比较容易上手 二方面我能特别的感觉到一个成长 甚至说什么呢 可能是我是无师自通的 而且我学我学习的水准啊 我就不需要别人教 但是我学习的水准 它就是好像比别人更高 所以这个growth它满足成长 才能满足自己的专注力和求之欲 所以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needs就是需要 就是有一些人吧 他就觉得哎我生下来就是做这个的 就是我就是I'm born for this 我天生生下来我就是做这个的 可能如果有这种的感受的话 它也是一种一个代表说 可能是我们我们做擅长的一个事情 所以总结一下呢 就是把这四个条件如果都满足 我们也可以列个表格哈 我们把自己的每一件事 把这四个点 success成功 instinct的直觉 growth成长和needs需求 分别打个分 那么打完分之后 我们可能最后啊 比如说我们觉得自己擅长做五件事 那么这五件事 在这四个维度上 分别在一到十分之间打分 那打完分之后 可能会发现啊 原来这五件事里边 可能我最最最最擅长的 或者最最最最适合我的 是某一件事 然后呢 我们就能最后得出一个相对量化的一个结果啊 这就是方便某一些 这个小选择困难症的人来使用啊 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更容易的发现自己的擅长 是是是 对 我觉得老师的书里面非常好 就是他有一些模型跟一些步骤 我觉得其实听众朋友可以 好好的按照老师的这个步骤或是方式来进行 但是老师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要问说 就是我们做了这个模型以后 但是我们会不会 因为你知道吗 老师在教我们这本书是要变现能力嘛 但是有些人就是写了半天 然后就是好像 就是举个例子 像我一个朋友 然后你知道他写的文章就喜欢写文周周的 对 他就觉得说这个才是写的他的 但是市场上都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啊 对 然后他就说这是要有一个层次的 所以他要顾及自己的兴趣呢 还是说他把他白化我一点 让更多人可以 就是既然写文章你要给人家看吧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都写 就是他就觉得说 大师级就是要写成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变现能力就很弱 那到底他要怎么选择会比较好呢 我个人觉得吧 应该还是要顺应市场的需求 就是我们写东西吧 不能取高贺寡 我举个我个人的例子 就是我当时在写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的时候吧 我第一本书写的是职场 然后我就想吧 我是个职场达人 我26岁就做人力学院总监了 而且是个百亿级的企业 我说我的职场经验 那肯定能告诉很多人一些东西吧 比如交给别人 但实际上的市场反响很差 就是因为在大陆吧 这样的类似心灵鸡汤的书 其实是有方法 但是大家会默认你就是个心灵鸡汤 那你教别人怎么成长 所以慢慢的大家不接受你 然后第二本书呢 我写的就是人力资源 我想吧 那我是做人力资源的 那我是不是把我人力资源的一些方法论写出来呢 但是我第二本书想写什么呢 我不能写小白的东西啊 那我这么厉害的人 我是不是得写点高大上的 是不是 显著我个人能力 这种高不见灵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当时 当时第二本书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市场反响也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反思 我就反思 第一个我的擅长 或者我最能给别人带来一个认知上冲击的一个IP的形象 是什么呢 应该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专家 至少在当时 应该是这样的专家 所以我想到领域和方向上 我应该选择人力资源管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人力资源管理 我应该写什么呢 我应该写什么呢 我后来我经过第二本书 我发现 你不能说你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市场的 市场是不会认可你的 你其实只是图自己的开心 和自己的一种想象 所以后来我就调研市场说 市场上到底人力资源相关的 应该是在哪个维度上 或者哪个层次上写才行呢 后来我发现 我发现竟然市场上最需要的是小白类的知识 也就是 也就是很多 刚踏入这个领域 我不知道该怎么干活 我需要一些非常浅显的方法和工具 让我拿来就能用的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我来说 在我看来是简直是太low了 就可以理解成 可以理解成 就是他们需要小学的东西 但是我呢 是在那个PhD的这个级别 所以在我看来说 我怎么可以给你写这些东西 这不显出显出我很low吗 所以我也经历过一个很长时间的 这么一个心理的调整和磨合 我想你最终你想做成 你想变现 你想让自己的能力真正的变成价值 既然你发现 可能这个在这个领域 小学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 那你为什么不扶下身子 去做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 所以后来我后来 对后来我就想 我还是应该做这个事情 包括其实在大陆 有一位有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家 叫余敏红 他创作的企业叫新东方 就他是个交经语的 其实你说起来说 那余敏红你会干什么 他说我会教英语 那很多 那他没有做成这个企业之前 很多人就觉得 你不就是个英语老师吗 人家做成了 人家知道人家是个著名的企业家 是不是 人家的教英语 只是说人家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后来我也想通了 说我也不管同行怎么看我 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我就是要顺应这个市场 把自己做大做强之后 那么做大做强之后 我再做一些高屋建林的东西 你看现在我就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 现在我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出版物 已经出了将近30本了 就人力资源管理 所以他在基础小白里边 基础小白里边 综合的也有 招聘的培训的 薪酬的绩效都有 然后呢 在中层的三到五年里边 我们有这个技能提升系列 我们在这个高层里边 有数据分析系列 然后包括也有 针对HRD的这种的 比较高层的系列 所以这个时候 你也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 你已经被市场认可了 那你再怎么做 那就是你的事儿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顺应市场 去顺应这个大致的 这样的事情 要放下身段 要放下身段 要让自己去顺应市场 而不是让市场来顺应你 这个是我当时也 也是真的是经历过 经历过前期的一些 失败和挫折之后 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经验吧 对 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的对 因为你没有基础的流量 或是基础的 我们叫基本的听众群的话 你写什么 其实你只是自己躲在角落之语 在那边写而已 但是我觉得老师是非常的好 就是刚才跟我们分享 他的整个心路 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那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我很喜欢老师谈到这个傻智 不过有听众就提问 就是他经营的社群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好像 你知道就是 你说试调或是试言 对不对 然后到底是要傻傻的 这样经营下去呢 还是说老师你觉得 有什么样 就是给他一些建议呢 嗯 好了 这个傻这个字啊 我本人也非常喜欢 但是呢 傻这个字 我们得分两面看 一面是说 我们要是要在战略和战术上 我们要是聪明的 我们要在执行上是傻的 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要在战略和战术上是聪明的 也就是我们要先聪明一下子 然后让自己选择一个对的方式和方法 做正确的事 和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事 那么确定了这两个关键点之后 正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要傻一点 你不能说我干着干着说 哎呀 我又觉得那个挺好的 我又觉得那个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你战略战术上 要经过足够的 足够的这个分析和思考之后 你发现说 我做这个事情就是行的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傻一点 傻一点就是说 不要再想其他的 我就好好好好的去执行 那么执行到 我要做的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 我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傻应该是这样的 咱们把这个逻辑给做好 那么关于这个 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做了某一些自媒体 或者做某一些行业 他可能做着做着 发现可能难以经营下去 或者说 或者说怎么样 我这里有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你要不要 你到底要不要经营下去 你知道要不要经营下去 我们先回到刚才说的 这个战略战术上 要是聪明的 首先我们从大方向上来看 从大方向上来看 就是你做这个事 它的经济效益有多大 或者说它可能做到的 经济效益有多大 什么叫可能做到的 就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这个行业之内 就你做的这个事情 类似这个事情的这个行业之内 有没有做的比较大的 或者有没有经济效益比较好的 实际上如果有的话 这说明你做这个事情 可能是是值得做的 但如果这个行业里边 就你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 就别人都没做 就你在做 然后呢 你还觉得自己能够突破 这种情况下 我我个人说 不是说不能 有些人能 但是这个东西 就要从商业逻辑上来讲 但是时间关系 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来讲 可行性 可持续性 可扩张性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 我们先放一放 但是我们说 从大的一个角度来讲 你应该说还是尽量的去找 这个行业内 有跟你同类型的 能够成功的这种人 如果有的话 那就得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曾经给一个 给一个人做过一个创业资讯 他当时他是 他是做中医的 就这个人是做中医的 然后他开了个中医馆 这个中医馆呢 他不是单纯开中医馆 因为他觉得中医馆这个东西 他竞争太激烈了 但是我们知道 他竞争激烈归竞争激烈 但是中医馆当中赚钱的 是不是特别赚钱 我相信在台湾可能也是这样 是不是 他竞争激烈是激烈 但是他赚钱的那个店特别赚钱 然后呢 他就说 哎不行 我不能跟他去正面竞争 他也开 我也开 人家那么赚钱 那我怎么办呢 我要另替西径 那怎么办 我是中医馆里边 我专制不孕不育 我专制女性的不孕不育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你这个想法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在全中国整个大陆 有没有一个中医馆是专门制不孕不育 然后开的还比较好的 他说 据我所知没有 那没有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事情呢 他说 那我就跟别人错位竞争啊 这就不对了 因为你如果没有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 你还是做一个跟别人 就是你开中医馆不要紧 但是你还是研究一下 别人开中医馆 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成功的道理是什么 他做对了什么 然后一步一步 然后我们在我们在反思说 我们怎么能够像他这样开的成功 而不是说我们选择一个领域 说去另辟蹊径 然后去去努力 所以我所以回到一开始的话题 就是傻是在执行层面 去傻傻的执行 但是但是方法上 就做正确的事和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事 这个是最关键 我我我我这个关于这个问题 我再稍微补充一个点 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在一个百亿企业 做那个人力资源总监的时候 那家企业是一个连锁零售业 它是呃 它在整个大陆 现在是有1200家直营连锁店 而且它不是那种便利店啊 不是不是小三位来的那种便利店 它是那种综合超市 那种是一两千屏以上的 甚至五六千屏的那种的那种大店 有有有有有大概一千两百家店 然后呢 我在那个企业的时候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冲击 不是说呃 我做人力资源啊 做做的多牛 或者做到高管 又对这个管理啊 对企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哎 我就奇怪说 为什么 这个企业 他开一家店 他就成功一家店 或者说成功的概率极大 大概百分七八十的概率能成功 但是 为什么竞争对手 为什么那种像大陆叫夫妻老婆店啊 就是两家店的开店 但他们开分店就不成功了 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做生意 好像是一门悬学啊 好像是你你选职 也得找大师给看看 什么时候开开业 要找大师给看看 但是这个企业他不是 他有一套开店成功的方法论 也就是 我就回到那句话 就是做正确的事 和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事 那么怎么样开一家店 能够成功呢 他其实是有专业的方式和方法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战略和战术上 你要是聪明的 你要去知道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什么 那么你知道了之后 接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傻傻的去执行 你也不用去再思考说 哎呀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更不如去傻傻的去执行 把这个东西给落地 落地了之后 通常情况下 以我在那个企业工作那么多年的一个经验 通常情况下 百分之七八十就是成功的 无非不成功可能我们再去完善那个方法论 再完善那个方式方法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里边 特别喜欢写这种工具和方法论 它最终就是说帮助我们能够成功 帮助我们能够把事情做成 而不是靠想象 而不是靠纠结 所以说这个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吧 小阿老师 对我觉得老师 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很多人就是不太知道 就是你知道就会想很多 然后落实的部分就很少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老师这本书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讲的很多这种 我讲的模型或架构再重复一遍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好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呃我最后补充补充一点吧 就是我想每个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两种典型的活法 因为我现在孩子小 我发现孩子玩这个玩具 就是积木的玩具 对 积木玩具有两种有两种玩法 第一种玩法是搭积木 就是我们比一比谁搭的这个积木更大也更好啊 可能我们会有这个输赢 那第二种玩法呢是抽积木 也就是我们提前把个积木挪起来挪得很高 你抽一块我抽一块 最后抽完之后看谁先把这个积木给抽倒 那谁就输了 谁就输了 所以其实我感觉这种这两种玩法 就特别像人生的两种活法 我我觉得一种活法叫搭积木式的活法 一种活法叫抽积木式的活法 像有很多有很多人做的很多行业 他可能在对身体有损耗 但是却不成长 有些人做的很多行业呢 可能对对精神啊 对各方面都是有有有内耗的 但是他却没有得到成长 他却没有得到积累 其实我我这本书强调的成长势能 他最后积累的这种势能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搭积木的游戏 就是我们最终的活法呢 是让我们人生不断的去搭积木 那你看我们我们玩搭积木的游戏啊 可能比如说小安老师搭的比我 比任老师搭的更好 但更大 小安老师赢了 但是任老师输了 但任老师输了 他也得到了一个一个搭起来的积木 是不是 这个游戏重复无数次 那任老师会得到无数个这个搭起来的积木 其实还是得到了 虽然输了 但是还是得到了 但是如果你玩抽积木的游戏 那小安老师跟任老师玩玩玩玩玩来玩去 咱们两个人可能 可能小安老师赢了 不断不断的赢 但是小安老师赢了 但是他也没有得到一个 所以当你玩抽积木游戏的时候 你永远是输 你的最终结局只可能是输 但是如果你玩搭积木游戏 就算你每次输 就算你每次都输 但是你最后还是得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也是 我希望的大家 以这个成长和积累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不断的能够进去 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活法 这是我给读者朋友们的人生的发展的一个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任老师跟我们讲的 就是做擅长的事 扩大影响力 或是就以能力变现 这本书是台湾是好人出版社的成长世人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小安老师 谢谢 谢谢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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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